小凤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凤 好久没有回我妈这里了 应该有一个多月没有回来了 因为最近比较忙 我发现 今天回来发现这里有种 幻然一新的感觉 这个之前的瓦房 你看 这个瓦房全部搞下来了 现在全部换上这个 现在全部换上这个食能瓦 以前 就是带小孩回来的时候 刚好怕那个瓦会掉下来 掉下来找到小孩 就说小孩在这一晚我都要一直看见 这种瓦可能就没有 比我们以前那种瓦 那么隔热哦 对 这种瓦可能会热一点 这里面现在也没人在里面住了 我们以前那是泥巴做的嘛 凉快 那种很隔热很凉快的 这种可能会热一点 这样看起来好看 这是不是一大块的呀 不是有几块的煮成了 几块煮成了 你看 以前呢 我还经常拿这一个来 就是小时候拿来过家家 就是把它洗干净以后 拿来煮菜呀 拿来炒东西呀 小时候很好玩很过瘾 你看 它就是开一下它就掉了 它就烂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难 蛮好的这种东西 对吧 现在你想找这个东西 也比较少也比较难找 所以说现在只要一些老房子 可能得很容易 这个 这个 这个泥妆房还可以 它没有开缝 是不是 它没有开缝 如果开缝那种泥妆房的话 就比较害怕 这一个还可以 那边那个就不得了 那边那个已经倒了一个洞在那里了 像个门口一样搞个洞在那里 然后它就是因为它那个洞搞得我们也要搞个墙在那里 堵着那个洞 真的好怪哦 真的很奇怪 它们那个洞 刚刚好就对着我们的家门口 所以说我们就切了一个风水墙 那里就挡着 挡着那个洞 好了 这一块洞里呢 等一下就带回家 这一块洞里呢 这个老房子很多年了哦 我很 我反正我没有出生的时候 这个房子都已经有了 这个应该有五六十年的房子 五六十年的房子 现在是 应该现在是翻新啊 应该是翻新 可能是哪些老板啊 过来翻新啊 就是有些老板啊 就是在外面赚到钱了 以后回来翻新这些老房子 这样翻新的话 就可以保存得久一点 对吧 想着怀念旧吗 是不是 你不翻新的话 那漏水那房子容易就塌 我这样翻新还蛮好一点 对吧 回去 就放下 一块一块五 那你们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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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对吧 对吧 对吧 您咱们